有媒體報導 中國經檢測工具疑似以低價 透過國內的多家代理商 滲透全臺兩百多家醫療院所 國人各自恐怕外洩到中國 對此 衛福部強調 不離醫院的檢驗工具 都是經過ISO國際標準認證 皆無使用該公司經檢測工具 未來相關的採購流程 也將納入積核機制 為了避免有先天或遺傳性疾病 不少懷孕中的婦女 會自費做產前基因檢測 不過卻傳出國內許多大型教學醫院 學術研究單位實驗室疑似 被中國華大基因基台滲透 各自恐怕透過安裝間諜軟體 而外洩到中國 根據路透社報導 華大與解放軍共同研發的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基因檢測 被用來收集全球數百萬女性基因資料 外傳臺灣也於2013年引進 並用低價與全臺超過200家 婦產科醫療院所合作 基因也是各自的一種 我們當然要防範台版的華大基因的出現 那基因的定序不應該由中國的公司來進行 基因的收集保存跟使用 必須要符合規範 衛福部則發新聞稿強調 本部所屬醫院的檢測工具 都是經過ISO國際標準 或相關TAF醫學領域實驗室的認證 皆無使用該公司基因檢測工具 未來相關採購流程 也將納入集合機制 記者賴水美 蔣龍翔 朋友組 台北桃園採訪報導 記者賴水美 蔣龍翔 朋友組